为了将正确的防火防震与防灾观念 传递给每位同仁 华联施工作从2号上午开始 一连两天办理四个梯次的 年度地震防灾宣导教育训练 借此提升大家面对灾害的应变能力 在面临灾害状况发生时 能够将灾害降到最低 其实你在遇到灾害的时候 你可以比较从我们知道说 我该往哪里跑 消防局第一大队华联分队员吴宏毅 站在台上分享着自己过去的救难经验 以轻松方式搭配简报 让公所同仁认识到正确的防火防震及防灾观念 我如果今天在地震 我在家里我该怎么去躲 那火场我该怎么去逃 那我可以做哪些火灾预防的事情 这些都是大家关心的 那今天我们安排了两个小时的课程 我们就一起来用我的经验来跟大家分享 有鉴于近期来全球陆续发生多起天然灾害 华联市公所2号上午开始一连两天 举办四个梯次的年度地震防灾宣导教育训练 期盼借此提升大家面对灾害的应变能力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不管是在土耳其 或者是我们自己的0206的地震的部分 我们也希望 花莲是一个地震比较频繁的地方 那未来也希望我们自己从公家开始做起 就是有地震的时候我们应应该要怎么办 那才能教导民众要怎么去如何去因应地震 那防火的部分也希望说 有一些老旧的一些线路要更换 那也希望在这部分也能够教导民众 那从自身做起 让我们自己有一个良好的防火防灾的一个观念 然后来传递给我们所有的市民 花莲市长魏佳燕除了到场聆听 也特别颁证感谢状 期许同仁们能够秉取着再多想一分 再多做一点的防灾准备观念 再平常就做好减灾准备 也透过课程强化每一位同仁自身预防及应变知识 才可以让灾害发生时把损害降到最低 也保障所有人的生命彩彩安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